大家好,我是施霍格,今天是2020年5月27日 今天我继续跟大家谈中国的著名舞蹈表演艺术家 马保国同志的光辉世纪 由于这段时间马保国同志的精彩表现 我相信广大人民群众对马保国同志的武学造诣 都有了一定的了解 比如说我,我原本以为马保国大师的武学造诣 跟雷雷大师和田野大师应该属于一个档次 但现在看起来我还是太天真了一点 雷大师和田大师虽然每次打完比赛以后 都会鼻青脸肿,脸上挂彩 但是也没有发展到马大师直接就可以把雷台当作他的床 直接睡下去的这种程度 马大师这一战下来 从扬名立万的角度 他已经赢了 现在华人世界对他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没有人的人气比得上他 他可以说是货真价实的躺赢 所谓冰冻山尺非一日之寒 马大师能够发展到今天这一步 也是他一步一步的人生积累而来的 其实早在一年以前 另一位武林民宿徐晓东 就对马大师和他的儿子 做出过比较精准的评价 我们来看一下 好,大家先注意一下这个新闻的时间 2019年1月7日 这都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 这个新闻标题里的格斗狂人指的就是徐晓东 徐晓东他说的很直白 他说马宝国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 他可能连自己都相信自己是大师了 徐晓东的这段话有两个关键词 第一个是彻头彻尾的大骗子 这可以理解成为 马宝国这个人可能真的是一点功夫的水平都没有 但凡有一点武打功底的话 至少也不算是彻头彻尾的骗子 只能说是部分的骗子 或者说是无人子弟而已 但徐晓东用的词是彻头彻尾 可见这个马宝国的这个真实的水平程度 再看这段话的第二个关键点 连自己都相信自己是大师了 这是徐晓东对马宝国的一个猜测 而这个猜测现在看起来 已经成为了事实 如果马宝国他不是真的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的话 他怎么敢去挑战 比他年轻二十岁的业余散打选手王清明了 这已经到了一种被易赢冲昏了头脑的地步 哇你连自己都能骗 这可是做老钱的先军条件呢 不过徐晓东对马宝国的儿子的印象还不错 徐晓东说马宝国的儿子这个人呢 跟他爹还不完全一样啊 他有自己的是非观念 有自己的思想认知和价值观 如果经受一定的思想改造啊 是可用之才 徐晓东说的这句话 在后来的一个记者采访 马宝国父子的视频中啊 得到了印证啊 我们来看一下两父子的具体表现吧 啊 我学习 来我学习吧 跟我来的学习 学习以后 当时他说 妈了 老首长 你这是军公司 我们部队的军体权 我们练了发现宿舍 我们请武警 武警是我们当家来 练了以后 问怎么用 就是教 这个这个这个不是教军力权 教军力权 他们就说不知道 他说来我学来后 是对打交的 然后我说 你回去给你首长报下 这个他们过来营长来 营长来以后 刺杀回去 就是对枪 把枪出不来 我就把东西 就是对枪 就是自发 我说我跟其他建议 我帮助你们修改军体权 然后以往总参 报科技权果 他们就行 大家看啊 马保国一直在吹流 什么部队军官啊 拜他为师 还让他去修改 总参谋部的军体权教材 他儿子啊 在一旁啊 愁眉苦脸啊 根本就完全不配合他 还无聊的喝起水来了 感觉坐在那都像是如坐针毡 可见啊 他儿子并不认同他父亲这种啊 满嘴八卦的作风 回想起徐晓东一年前的这个评价 再看现在马保国父子的表现啊 我不禁感慨万千啊 曾经有人说过这样句话叫做 有其父必有其子 而现在看起来呢 马保国给人感觉啊 他的某些做派啊 还不如他的儿子啊 通常情况下 大家都可能认为 儿子丢老子的脸是比较司空见惯的事啊 但现在这个情况啊 看起来呢 啊 我就不再深入探讨下去了啊 大家自己去想一想啊 好 情况就这样啊 再见 再见